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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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知道这次战步的结果 但历史却在一百五十年后揭晓了答案 因为枪人部落正是武王伐咒时 共同出兵的巴师之一 像在世界各地一样传说中东亚大陆上最初的国王全都是最大的巫师 偏偏殷商时代不是这种情况 武丁之前的王就只是俗世的王 神界最大的巫师占博弗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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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走了祝容巫师家族 赶走了祝容史为的巫师 武丁就成了最大的巫师 为了树立殷商王室在祭祀占博领域的权威 武丁先是册封了殷商王室的祭祀诸官为伯侯 明确了神权对王全的从属地位 接着就用超大规模超高频率的人生血迹 强化了殷商王室在整个中原的宗教神权地位 祭祀文化的兴盛是人类特定阶段的普遍经历 面对强悍的大自然 作为动物世界一员的人类实在是不够强壮 要想成为大地上的主宰 祖先们必须应对的挑战实在是太多了 产生祭祀占卜的需求是非常自然普遍的现象 在古代汉语中 占这个字就是提问的意思 就是想知道一件事情的吉凶 卜这个字专门指烧灼 龟壳 想听他爆响的声音 观察他裂开的纵横纹路 然后套入《易经》的卦象进行解读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甲骨文和灼烧甲骨的占卜方式是殷商部落的原创 但其实这同样是一个漫长的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东亚大陆最早发现多件青铜器 是在甘肃的齐家屏 离齐家屏不远的富家门 就曾经发现了同时期六块用于占卜的牛羊肩胛骨 上面刻有符号并且被烧骨 在四川三经堆的遗址中 发现了十九块用于占卜的龟壳 那上面虽然没有文字符号 但每块龟甲上都有一些刻意烧灼的小孔 孔形与殷墟出土的有字甲骨非常相像 其中最大一块龟腑补甲长达五十九厘米 一南一北一龟一古 这些旧地取材的巫师 比殷商时代要早上一千年 有一件非常巧合的事 二零一八年八月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领行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 美国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 加拿大自然博物馆学者 联合参与的国际合作团队 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宣布他们在中国西南部的 贵州省关岭地区 发现了两亿两千八百万年前的原始龟 他的发现地关岭 就是水书的故乡和红崖丹书的所在地 那座山就叫晒甲山 这当然是个巧合 但炎帝祝融的后裔 在中国南方拥有更多的硅甲取用资源 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按照权威古籍上的解释 连殷商祭祀烧灼 龟壳用的金条 标准的称呼都叫做储臀 臀就是火炬火堆的意思 祭祀之火是来自储地的火焰 实际上传统占卜另一种更常见的湿式占卜法 所用的原料湿草的主要产地 也是云贵金厨 它在中国植物质上的正式名称 就叫做云南湿 在祭祀中 龟壳和湿草明显比牛羊的肩胛骨 更加正龟和上档次 孔子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 因为他们足够老 龟千岁而临 湿草的寿命按照古人的说法 也是百年而神 所以古汉字的龟字 上面是长久的九 中间是表示说话的月字 湿草的湿字 干脆就是由老人说 这么一句会议组成的 寻找隐秘在大地上的线索 触摸祖先抵立前行的轨迹 放大决定历史走向的细节 为世界拼接出一部 从未间断的探索画卷 隐秘的细节即将为您揭示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大规模的神权之战 殷草时期的神权 不仅是掌管着信仰 更是掌管着从天象农石 到婚丧嫁娶 几乎所有人间事物的 判断权 决定权 您将一起感受 殷草时代为什么盛行 人生祭祀 人生是祭祀祖先神灵的极品 您将详细了解 因伤甲骨文书写能力爆发式增长的过程 在武丁之前的八片甲骨上 一共只有不到二十个字符 孔子说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 就该去问老人 他说的是你学习历史的重要性 这里是隐秘的细节 您再收看这就对了 孔子说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 就该去问老人 他说的是你学习历史的重要性 这里是隐秘的细节 您再收看这就对了 我们已经讲过了炎帝祝荣的后裔 是怎样把青铜野金属带到长江 汉江和淮河流域 并且最终进入了中原的 中国文化的传播 几乎完全伴随了这一过程 因为青铜不光是农耕和建筑的工具 还是祭祀的礼器和乐器 殷商部落在吸纳了先进科技的同时 也引进了带有明确宗教性质的 占卜魔法仪式 这种引进也包括了残酷的人生祭祀 是的 东亚大陆上的人生祭祀 最早起源于南方巫术 考古发现证实了 在金属鬼坊的雍国和江淮徐州的彭国 就已经存在大规模的人生祭祀现象 在湖北实验雍国布地七里河遗址 考古学家发现有五巨人头 分别被放置在建筑物的底部 以及烧至陶器的瑶石火门内外 在彭国所在的徐州铜山 考古学家发现了二十具人生的全骨架 全都是俯身屈膝 双手被反绑着死去的 他们的头全都朝向 在他们中间放置的四块巨石 对于经典的帝母祭祀仪式 殷商几乎是完全照搬的 在著名的道教名著《淮南子》中说 殷人之礼其舍用石 舍祭在汉语中代表国家 其中的舍是土地神 祭是古神 殷商时代的土地神的象征 就是几块巨大的石头 彭国这个埋葬了二十具人生的舍祭坛 在当时的地位非同一般 还有一件事情 可以证明中原殷商王室 在祭祀占卜上不但是后来者 而且还不是一个好学生 一直到战国时代 殷商王室连同周王室在内 在传统精英眼里 都不是祭祀文化的正统代表 战国时期 宋相公要拿尊国的国君祭土地神 还是要去最正宗的徐州 彭国故地的赐衰之社 赐衰的意思就是在衰水的岸边 彭国在河边修建设计坛 并不让人意外 这条河叫衰水就让人觉得稀小 这是一个隐秘的细节 因为远在贵州关领赤水国的先民 就是把自己部落的名称叫做衰 把自己叫做衰人 衰和水 即使用普通话发音 他们的读音也太接近了 一直到唐朝在设置周线的时候 才把随改成了水 所以那部用特殊文字写成的 古老易经是随人之书 他正确的写法不该是水书 而应该是随书 在周易尚未被文王推演的武丁时代 同为野金注农家族的彭国巫师 手里拿的只能是随书 这些随书先生手里拿着特殊文字 书写的随书 把刘经自己新建成义的河流叫做随水 他们在随水河边修建起祭祀土地的神坛 有些神迹 是任何人都无法搬走 也无法消除的 人生祭祀当然是愚昧而残忍的 但是和青铜一样 祭祀土地和古物之神 也是人类曾经普遍的现象和交流传播的结果 为自然万物设定众多神灵 并且将其拟人化 在人类早期的宗教中这是共有的特性 在许多原始信仰中 世界各地的祖先们相信只有用人学祭祀土地 才能使土地恢复地利 使农作物获得丰收 从距离今天六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 到距离今天四千年前的印度 从加泰基人到古康达人 都曾经长期流行过用儿童祭祀农神的仪式 菲尼基人用儿童祭祀羽神 亚齐克人用人血祭祀御属女神 希腊和罗马人甚至用孕妇祭祀地神和古神 这些巫师的魔法伴随着青铜冶炼和车辆制造技术 经历了几千年自西向东的传播过程 来到东亚大陆 并且通过南方巫师群体的努力 最终融合了本土的神话 变成了中国的哲学 宗教 文化和历史 今天的我们并没有资格批评 或者原谅那些愚昧的祖先 因为杀生祭祀在今天 依旧是很多作秀式祭祀 自以为庄重的道具制作流程 跟每个人都更有关系的是 每年一到特定的日子 你都会看见很多人 在墓地和街角焚烧巨额的虚拟货币 汽车豪宅 指人指马 认真地给天上的祖先送起世俗的享乐 大家今天还在烧纸 关于在祭祀中焚烧人偶 孔子和孟子这两位圣人的看法并不一致 孔子认为用人偶祭祀 比用人生祭祀要仁慈很多 而就祭祀的效果也不错 孔子的原话是 始作雍者其无后乎 但孟子反驳说 始作雍者正是因为人偶酷似真人 才把他用于祭祀的 在孟子的眼中 这跟用真人祭祀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 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讲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批评今天那些 依旧在烧纸人的人 而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有个切身的感受 当民俗如此 文化如此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烧纸钱不但没有意义 而且污染环境 如果别人都烧而你不烧 反倒会内心有所不安 云上时代的祖先们 跟你现在的感受是一样的 而且他们不安的感受 比现在的你要强烈的多 因为他们是真的相信 全世界的祭祀们都会告诉你一个道理 如果想要祭祀灵验 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真诚 生命的价值 是被用来体现这种真诚的态度的 无论是使用牛羊还是人声 执行祭祀的人 都是在用这种违反人伦的夸张行为 体现出格外的隆重 与认真的诚意 在这方面 北非古老的迦太基王朝 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 迦太基的贵族们 在祭祀中 总是用奴隶的孩子 代替他们自己的孩子 这一欺骗行为激怒了神明 让迦太基王朝 在与罗马的战争中连遭摆棋 结果是西西离岛落难的国王 阿格多克利斯 在迦太基亲眼目睹了贵族们 用亲生儿女祭神赎罪的惨烈情景 南亚的孔德部落 也有用亲生儿女祭祀的封锁 这些被选定为人生的孩子 生前会受到遵从 他们的牺牲也因此更显壮烈 在殷商时代 越是祈求重要的事情 奉献的祭品就会越多 规格也会越高 人生是祭祀祖先神灵的祭品 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 当他们奉献人生的时候 是出于真诚而不是出于对血腥的偏好 据说 商王朝的开创者程汤 自己就有过 试图充当人生的亲身经历 在他继位之后 出现了连续六年的大汗 这对一个农耕部落来说 是非常严重的灾难 汤王举办了各种祭祀 祈求羽神为中原降雨 在甲骨文中 这种求羽的祭祀非常多 比如上面这块甲骨 右上角是典型的 辽记的朴词 意思是 用人在火上被烧 祈求降雨的意思 但汤王向上天发出的信息 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这显然是羽神并不满意 此前奉献食品的规格 于是 汤王决定自己直接充当人生 以最高规格的奉献感动羽神 汤王选择在桑树林中搭建了祭台 他修剪了头发和指甲 沐浴更衣 然后站到了柴堆上向天祈祷 祭祀们正要点火的时候 老天下起了雨 这个故事得到了竹书纪年的印证 这部严肃的史诗上说 王倒于桑林 雨 当然 更多的情况下 君王是非常吝惜自己的生命 他们所谓的真诚 不过是为了自己的需要 献上别人的生命而已 寻找隐秘在大地上的线索 触摸祖先抵立前行的轨迹 放大决定历史走向的细节 为世界拼接出一部 从未间断的探索画卷 隐秘的细节 即将为您解释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大规模的神权之战 殷商时期的神权 不仅是掌管着信仰 更是掌管着 从天象龙石到婚丧嫁娶 几乎所有人间事物的 判断权 决定权 您将一起感受 殷商时代为什么盛行 人生祭祀 人生是祭祀祖先神灵的极品 您将详细了解 殷商甲骨文书写能力 爆发式增长的过程 在五丁之前的八片甲骨上 一共只有不到二十个字符 孔子说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 就该去问老人 他说的是你学习 历史的重要性 这里是隐秘的细节 您再收看这就对了 因生王室在五丁前后祭祀活动的差别有多大 考古学家刘一曼进行了仔细的比对 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十五万四千六百片殷商甲骨中 属于五丁之前的只有八片 用战俘和仇人充当人生是世界各地人类祖先祭祀的共同选择 马克思分析过古代的战俘现象 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 战俘的劳筑所能产生的剩余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不但不值得剥削 而却还占用土地和粮食资源 所以最经济的处理方式就是当作贡献给神明的牺牲 但伤亡五丁的情况更加恶劣 想要获得最高的神权威望 就要用超越以往的气魄表现对神明的真诚 它发动了对中原西侧更多弱小部落的战争 目的就是要用大量的俘虏充当祭祀的人生 成为它铺就登天之路的阶梯 五丁对西部的战争跟保家卫国没什么关系 五丁的所谓征法 纯粹是为了获得祭祀的人生 我们这么说是有依据的 在考古学家们对甲骨普茨的辨认中 发现了多处像围猎一样捕捉强人的记录 比如征越不齐祸枪 它的意思是这次出发能不能抓到枪人 真来枪率用 它的意思是指能不能有人送来枪人给我用 比如枪齐用自上甲至于富丁 意思是把枪人用到了从上甲到五丁的祭祀之中 这些被围猎的人生大都来源于中原西侧周边的弱小部落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按照殷商当时生产和运输能力 哪怕是稍远一点的距离 能让自己的军队吃上饭 这是一个巨大的困难 根本就没必要 或者说根本就无法支撑长距离大规模的战俘押运 如果真的是为了教训和震慑对方 就地解决 无论在效果上还是成本上 都是最合理的选择 用具体的数字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考古学家胡厚轩 在出土的甲骨中 找出了1350片 记录了用人生祭祀的骨片 其中标明用了使用人生具体数目的 总数为13052人 如果为标明数量的按照一人算 那么攀更之后 殷商祭祀用人生的总数 就是14191人 标明是羌人的占了一半 7426人 这些数字在殷商历代君王中的分布 并不是均衡的 武丁举行了673次使用人生的祭祀 使用人生总数9021人 这之外 还有531次用了人生 但没有标明牺牲人数的祭祀 因为人生来源方便 武丁用于祭祀的牺牲 消耗非常奢侈 最多的一次祭祀 他就用500个活人 做了奉献自家祖先的牺牲 在武丁之前 庞庚小心小矣三朝 执政时间跟武丁相仿 也是50多年 祭祀牲人数为100人 在武丁之后 正史上最残暴的 昼王和他的父亲 执政时间也是50多年 祭祀牺牲人数为104人 甲骨文上 记载了武丁一朝 50年内超过80场战争 这是东亚平原上 此前从来没有过的战争密度 武丁既不是大德 也不是大鳄 今天的企业主 在财富规模到达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同样会向上下游产业延伸 去形成一家通吃的闭环 而不会在意他人的破产 这就像武丁 必然会向上游的青铜产业伸手一样 当今天的企业主 拥有了超大规模的财富体量 他也照样会希望 去控制规则的制定 想要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用排斥竞争 让弱者付出牺牲 这就像武丁必然会染指神拳一样 即便不是武丁 殷商也会走上这条路 即便不是殷商 诸容巫师的家族 也会走上这条路 武丁时代给我们留下的 真正伟大的遗产是甲骨文 当然 这并不是武丁个人的功劳 他凡事必问的超高频次的占卜 极大的激发了巫师们的文字创造力 快速提升了汉字的总量 和对多种事物的记录能力 在武丁之前的八片甲骨上 一共只有不到二十个字符 而武丁之后的十五万片甲骨上 字符数量超过了四千五百个 专家们能够试读出的单字 超过了两千八百个 文字最多的单片甲骨上 就超过了一百字 已经相当于一片短文了 这对中华文明真的是太重要的一份贡献了 尽管甲骨文奠定了汉字的基础 但我们也不要忘了 至今依然被使用的活化石水书 专家统计 水书的文字总量多达一千六百个 文字体系的健全程度远远高于武丁之前 因商甲骨文字所能达到的水平 武丁时代文字总数的增量 显然与它征服注农部落的三场战争有关 不然我们就很难解释 为什么武丁之前的甲骨上 只有那么几个难以辨认的零星字符 而武丁之后不但字符数量激增 表意能力暴涨 而且书法和弃壳刀法的水平 也远非昔日可比 可惜的是啊 这个成长过程过于迅猛的爆发户 还不大知道可以用手中的文字 为自己输血历史 这一缺憾带来的后果是 殷商的历史让后来的胜利者 描绘成了一个冰冷阴暗的时代 似乎礼仪帮所有的美好 都是从西州开始的 但其实西州几乎所有的制度礼续 都是在殷商王朝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发育完成的 包括诸侯分封制度 也包括狄长子继承制度 现在武丁已经老了 王位该传给谁 就成了他的新问题 在他之前 殷商的王位是部落宗室共同的财产 由谁继承 是宗室集体的力量决定的 现在宗室已经成了诸侯 王位继承者将在武丁的儿子中产生 这是他期待的结果 但是 具体到如何在三个儿子中确定谁是继承人 他自己也没有经验 武丁决定向他的父王学习 在他小的时候 父王小矣曾经让他离开王宫 搬到河边老百姓的狙击区居住 以便可以就近向老师甘盘请教 后来他又去了殷商最初的都役 博 这些经历让武丁了解了民间社会的真实情景 也可以从外部审视王朝的运行 这当然给武丁后来执政带来了宝贵的经验 于是他让儿子孝极走上了自己当年的道路 到民间去生活增广见识 据说这位王子性格忠厚宽和 对父王也很尊重 是个理想的继位人选 但是很不幸 这个孩子后来死在了民间 这让武丁变得更加谨慎 他把二儿子祖庚留在了身边 让三儿子祖甲去了民间 武丁去世之后 留在身边的二儿子祖庚继承了王位 祖庚是一个平庸的君王 他承接的是武丁方性为爱的强劲发展势头 在位十一年 如书近年却只记了他干的一件事 就是整理了他父王曾经说过的金句语录 编出了一本高宗之讯 可怜的祖甲又在外面飘荡了十多年 好在殷商有兄中弟级的传统 好在平庸的祖庚的想象力 还理解不了武丁强化核心家庭父子继承的意图 好在祖庚活的时间不太长 这三个条件凑在一起 实在是太偶然了 缺少其中的一样 中国可能都不是现在的样子 十年之后 平庸的祖庚死了 漂泊在民间的祖甲回到了王国 继承了殷商的王位 后世的道德家们对祖甲的评价争议非常大 国语上说 殷商先王辛辛苦苦建立的王朝体制 传续了多少代 到祖甲全给搞乱了 结果是欺世而亡 说他是殷商王国的肇使者 实际上司马前迟给了七个字 地甲淫乱 殷富衰 今天的绝大部分人并不值得祖甲 如果不是因为它影响到了今天的中国 咱也就不跟道德家们矫情了 但是祖甲确实太重要 中国成体系的王朝体制 中国第一部成文的法律 都是祖甲创建 先说一个有意思的知识点 你是不是觉得殷商历代国王的名字 在汉语中非常奇怪 横庚 武丁 祖甲 既不像人名 也不像士号 妙号 而且叫上去也不太顺嘴 好听 告诉你个秘密 在武丁让甲骨文形成了完善的记录能力之前三百年 殷商历代君王的传承并没有文字记录 全都是靠宗族集体记忆描述的 武丁时代掌握了神权 开始祭祀先祖 武丁承认的 殷商子姓王是家族的第一位先王 不是皇帝的儿子七 而是一个叫上甲威的人 但接下来就乱了 众多先祖之间 父子 兄弟 侄子 外甥的宗族传承之曼 实在是一团乱马 一个村的人全是亲戚 谁家的祖宗都是祖宗 武丁不在乎 他就是想要多 但你一个如此强大的王室 总不能连个知曼都屡不值 连个亲书远近都分不清吧 你这么乱糟糟的 又怎么能让天下苍生 抬头仰望呢 足甲补上了王朝历史的 这个重大漏洞 为了树立殷商 宗族历代先王的偶像 他开始编 考古学家破译了 隐藏在十五万片甲骨中的 足甲密码 它的规律是 甲衣秉丁 物己更新人鬼 这十个天干符号 就是代表所有殷商先祖 先后顺序的排序符号 没人说得清 几百年前的祖先叫什么名字 是什么妙号 但这没关系啊 前面加个好听的字啊 上 太 文 武 帝 祖 康 兄弟之间就加个大 重 小 母系 仪表兄弟就加个外字 父子相成 就加个中字 组合起来 能区分就行 祖甲确认的殷商第一代 始祖也是上甲 然后是报仪 报饼 报钉 这么一来啊 祖先们的排列 看上去就整齐多了 商汤在甲骨朴瓷上 也不是成汤 它的代码是大尼 为什么要用天干来排序呢 因为当时的人认为 天上有十个太阳 每天轮流直斑 所以十天为一旬 这个时间单位 在中国今天还在用 祖甲排制祖先化名册 就是为了祭祀用的 它设计的祭祀表格 就是十天一批 十批一轮 在一个周期里 把祖先全部祭祀一遍 所以叫周祭 我们今天能够讲述殷商的历史 对那些君王的称呼 几乎全都是祖甲 在编制周祭李四表格的时候 一次性骂起他 主干屡职了之后 就该清理智曼了 他把历代先王后裔 按照亲苏远近 分为大宗小宗 相应地规定了祭祀之庙 也分大庙小庙 甲骨文中开始出现王族 子族 多子族这样的分类 这些分类在左传中描述的更加详细 比如鲁侯下面有英明六族 康树下面有英明七族 祖甲的分类工程 让殷商宗族第一次有了条块清晰 层次分明的规整样梦 在历史上又叫做足甲改制 正是因为这个改字 让他招来了后世的 道德史家的唾骂 但其实啊 连祖先朴系都说不清的殷商 哪有什么制可以让足甲拿来改呢 实际上足甲创设的王制体系 正是为后世西州王朝 李旭王制的设计 提供了核心方案 并且因此影响了中国 道德史家们真的应该为他喝彩 而不是只会对着西州 曾经的对手落井下石 这里是隐秘的细节 关于足甲 还有很多隐秘的细节 比如 他是西州在部落时代 崛起的恩人 但今天的时间已经用完了 咱们下期再见 寻找隐秘在大地上的线索 触摸祖先砥砺前行的轨迹 方大决定历史走向的细节 为世界拼接出一部 从未间断的探索画卷 隐秘的细节 下一集即将为您解释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王朝 遥远的西征 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人生的围猎 而是要重新划定安全区的边界 您将看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文字法典的诞生 后世道德世家为什么会反对 祖甲的立法 按照他们的说法 法律应该是存在于君王内心的标准 您将看到殷商时代第二大经济体的悄然崛起 这个深山的农耕部落终于走出了大山 迁到了祁山脚下的周园 优酷视频 河南卫视 实力文化 心情奉献 从隐秘的细节 看可爱的中国 6月29日晚8点30 全网上线 小声剪落无人追 莫要无奈重徘徊 更近孤孤空流回 月子迷离人憔悴 恩怨愁难者 此相似尽索 梁书心于乱 örung Fahrenheit 要无奈重征 地争心于乱 与输心于乱 雪空ife 泪空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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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的春天空天空 旅渠樱旅渡走天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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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s 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 苗东百科苗东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感谢腾讯微视 中国网文化发展中心 顶端新闻360娱乐 同城旅行 中国联通卧邮箱 西鸟公考APP 西半球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